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开创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也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成功历史的先河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由斯大林领导和继承下来 斯大林的主要功绩在他的为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他坚持下来了 后来被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导致了苏联共产党内和人民当中的思想混乱 最终导致了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最终社会主义阵言被瓦解 这里边有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平演变 以及用经济改革为出破口 打破了苏联的防线 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到现在 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功不可没 伟大之所在也就在此 我们回想共产党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自然要回想一下 毛泽东从他革命开始 毛泽东的伟大 我的感觉就是来自于平凡 毛泽东的思想 智慧来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 和他善于接受金思想 金事务 敢于向旧的恶势力挑战 他从少山走来 带着中国偏僻农村的泥土和尘埃 他从长沙湖南师范第一学校走来 带着青年时代的书生义气 他从第一次中国的革命战争中走来 带着大革命的失败和教训 也带着共产党 右行路线 招致的我党斗争的痛苦的失败 他从丘收起义中走来 带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坚强信念 他从金岛山走来 带着建立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环境 并不是像现在一些人想想的那样 当时在金岛山建立根据地 在党内也好 在社会上也好 那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 尤其是党内的反对声音 被毛泽东 在这当中也产生过一些动摇 徘徊 徒徨 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甚至在党内在红军内部 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红旗能够打多久 金岛山能不能坚持下去 正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位 北大的 可以说中国文明的历史人物 使金岛山斗争坚持下来了 最近习近平有个讲话 要坚持金岛山精神 究竟金岛山精神是什么精神 当然我们还可以探讨 但从历史上讲 就是枪杆在那里面出政权 建立广部的根据地 先生存后把 他从红色革命根据地 锐金走来 带着四次反围角的胜利 和第五次反围角的失败 这里边有斗争 党内的思想基础 当时并不牢固 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行路线占了上风 王明并不在国内 他是共产国际 中国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 在莫斯科 但是在瑞金 主要是从 三一年到三四年之间吧 在这个期间呢 左行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 毛泽东的思想 被好多人视为是 游击习气 游击战争 前三次反围角 按照毛泽东的军事部署 右击深入 打击薄弱环节 各个基础 最终都取得了胜利 这个都是历史上都有 大会儿都知道 第四次反围角的时候 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中央 也被排挤出了 红军的领导权 被剥夺了 叫他到农村 去找茶田运动 找农村调查 但是毛泽东的 军事路线 他的指导思想 战术战略 在红军里边 是根深蒂固 而且前线指挥有 朱德和周恩来 依然监视着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第四次围角 总为是胜利了 但是在第五次反围角过程当中 以 秦邦县 也就是国库 还有苏联派骨 中国的 军事顾问团 李德他们坚持呢 欲敌于国门之外 采用苏联的 这个 堡垒对堡垒 国民党兵啊 那是 路上 空中 地下 全面推进 想着以堡垒对堡垒 结果呢 导致了整个 根据这个 军事路线上的失败 导致了 后来的长征 在这个长征过程当中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一开始 长征是一种 逃跑路线 究竟到哪去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在长征路上 尤其是 湘江战役以后 红军开始长征 三四年 十月十号 长征 经过 湘江战役 八万六千人的部队 剩了三万五千人 损失惨重 在这时候 在红军里边 就怀念毛泽东 呼声越来越高 这才导致了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遵义会议以后 确立了毛泽东 在党内 在红军内的领导地位 又使红军 能够按照 毛泽东的军事之道思想 这样国民党的维持组结 就是已经再也不起任何作用了 毛泽东又带着雪山上的豪情 和草地上的泥泥 坚持到了陕北 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 又产生了一个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 主导思想 还是坚固奋斗 自力更生 打十九战 抵御败 再接下来 共产党的最大历史事件 就是西白坡 三年代国内 解放战争 这里边 当然中央的五大书记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刘少奇 任彼时 当时的领导核心 指导思想 就是一个 打倒将军事 解放全中国 当时 中央的五大书记 是团建一致的 毛泽东 纵观历史 他是从 贫穷落后的 旧中国走来 他从人民革命的 和无产阶级革命的 风雨历程中走来 带着历史的创伤 带着民族的苦难 带着无数贤劣的牺牲 也带着 失去诸位 亲人的痛苦 同时带着 民族的希望 和历史的重挫 带着改天换地 扭转千坑的 雄心壮志 他从恶劣的环境中走来 从艰苦奋斗中走来 他从改造 号召人民 一句名言 就是 相信群众 倚靠群众 放手 发动群众 他要求共产党人 和党的领导干部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全心潜意 为人民服务 他心中时刻想着人民 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关心人民的一切 人民 他把人民的事情 始终放在 头等大 头等大势 在50年初 毛泽东从苏联 第一次出发 回国以后 在哈尔滨有一个讲话 讲话的内容 就说 我们现在进城了 有了小机车 住了楼房 但是 要把人民的利益 始终放在第一位 我们共产党人 共产党的干部 在做每一件事情以前 首先要想到 人民需要办什么 如果在我们的队伍中 有哪一个党员 哪一个干部 想为自己办事 而不为人民办事 这样的干部 应该 开除出共产党的队伍去 当人民欢呼 毛泽东 万岁 毛主席万岁的时候 他从心底里 哭出的 是他的怠慢 充满了家乡 湖南效应 人民万岁 这个声音 在好多群众当中 记忆犹新 毛泽东不止一次 在天安门全球上 呼出了这个讲话 这句 人民万岁 这个声音 是从毛泽东心底中 呼出的 毛泽东 始终 与人民 心连心 人民 热爱毛泽东 爱爱毛泽东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 比作太阳 那么人民 就是群星 正是太阳和群星 才组成了 这深邃而伟大的苍穹 太阳虽然有黑点 有黑子 但是绝会影响 他的光芒万丈 回顾历史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期间 北法战争前夕 也就是1925年11月 在国民党右派当中 有一个著名的西山会议 就是国民党右派 在孙中山 逝世的时候 他们在北京香山 张开了一次会议 当时是处在国共 第一次合作期间 好多共产党人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加入国民党 参与 当时国民党的政治中心 还是在广泽州 国民党的西山会议 是他的 一些右派人物 在北京招开的 这个会议招开以后 他们的主导思想就是说 排挤出共产党 在国民党阵营当中的 一切领导职务 他们这个决议形成以后 遭到了 在广州 国民党内部的强制反对 当时孙中山坚持的路线 就是联俄联共 辅助工农 吸收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 但是作为国民党来说 他们一些右派人物呢 是不希望共产党 参与国民党的事务 当时的斗争是很激烈 当时毛泽东 周恩来 云戴英 这些人呢 都在广州 包括李大高 对国民党的西山会议 提出了很强烈的反对意见 国民党的左派 也反对 这边有一些历史资料 西山会议 招致了 国民党内部的两派斗争 最终也导致了 由于陈独秀 和张国陶等人 采取了妥协态度 使共产党的好多 被迫退出了国民党 在北伐战争期间 蒋介石也利用了 工农革命 大好形势 进一步 篡着了 在国民党内部的 他一开始是 国民党内部的 中执委 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战争期间 带领一军 他是一军四列 北伐军 第一军四列 在 整段途中 北伐军占领武汉 长沙武汉南昌 都被北伐军占领以后 蒋介石 应该把大本营 直接 指挥军队 继续向北党 这时候他没有 而是调战枪口 进军了南昌 周恩来 当时在上海 举行了第三次 武装起义 占领了上海 蒋介石命令和英钦 带领北伐军 进入上海 占领了上海 这时候产生了412登变 蒋介石在上海 成立了 国民政府 迫使 北伐军从广州 转移国民政府到武汉 王精卫 和南京政府 产生了对抗 共产党中央 这时候已经随着 国民政府 潜移到了上海 王精卫 又和 蒋介石 遥降呼应 再武汉 屠杀 共产党 当时王精卫提了一个口号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是共产党人的 损失 那是 相当厉害的 凝固双方 都对共产党 举起了屠刀 这是毛泽东 很尖锐地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上山 下步 要拿起武器 当时 陈独秀 还是与张国陶 包括曲秋白在内 还是考虑到共产党内力量 部署 也没有认识到 强杆的不重要线 毛泽东几次 毛泽东当时是中央后部委员 几次向中央提出建议 要拿起武装 建议自己的 革命武装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八一南昌起义 成功了 但是最后也失败了 撤出南昌以后 毛泽东奉命 被指派到四川领导 四川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打报告 坚持改派湖南 中央最后 主持日常工作的是 曲秋白 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改派毛泽东到湖南 领导秋收起义 这又产生了 后来的锦岛山斗争 这是这段历史 锦岛山斗争以后 就产生了红旗 能打多久 枪杆在里面出征前 建立根基地 包括农村包围城市 党指挥枪 在这党指挥枪这里边 还有一段党内的严重斗争 包括后来 咱们所比较熟悉的 古田会议决议 这是呢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在古田会议以前 毛泽东领导 红军 红四军 撤出锦岛山以后 由彭德白留守锦岛山 在撤出锦岛山 转战 江西途中 有一个小的严实会议 参加人 包括毛泽东 朱德 陈毅 林彪 当时还有 王佐 王佐是 红四军三国长 朱德提出了一条 就说 反对 党在红军的指挡地位 建立军队就是军队 党官党 不要在军队里面设政治盖住 在这个的地上边 林彪 与朱德发生了第一次公开对抗 坚持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支部建在连上 在这次会议上 林彪是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 事后 一直到古田会议决议 所以正确的 确定了 政治工作 在军队当中的领导地位 当时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 影响并不大 真正的领导作用 还是在军队当中 后来又是瑞金斗争 在瑞金 中央苏区 当时在中央苏区呢 还是以 从三零年十一月 一直到三四年十月 在这期间 刚才讲了 五次反围剿 第五次饶至失败 香香战役 遵义会议 一直到遵义会议 才又重新确定了 毛泽东的 执导思想 在红军 甚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刚一开始 就是说 上周吧 习近平里面讲话 就是 要坚持 景岗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七百多精神 他提到 这四个精神的话 我想还是有一定 意义的 长征精神 就是一个 不怕艰险 抱定一个目标 延安精神 内容很多了 谈到延安精神 这里边有自力更生 有艰苦奋斗 民族统一战线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延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个是 开梦的时候 一个是闭梦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也可以说是 中国共产党内 在文艺路线 思想战线上 很一次大的总结 确定了中国几百年来 文艺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我前段时间收到上海 一个朋友 一个短信 中国的 现在的文艺界的悲哀 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最近 我们文艺界 演 影视界正在排一部 历史题材的 长篇 电视园戏 电视园戏 建党大业 建党美业 这里边有好多演员 都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都加入了 外国国籍 提出了好的备案 不妨给大家玩 多一下 就说 为什么这些演员 都加入美国国籍了 反过头来 拍中国的 建党美业 那中国演艺界 没人了 为什么像这些 所谓的知名的演员 你都纷纷加入 外国国籍了 反过来又演 中国的电影 这中国演艺界的 现在的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他提出了一个疑问 就是中国演艺 基本的演员 所谓的演员 出了名字 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 你不好好在中国被中国人民服务 你就跑到外国去干什么 叫做外国国籍有什么意思 要是中国的人格和国格 给我发短信的这个人 他在上海市委也是一位 一定级别的领导 起码是听以上干的 就是中国演艺界 中国的现在思想界 出了一种混乱状态 提出了一个演艺界的悲哀 我们从这些现象来看 这不是演艺界的悲哀 主要还是在我们党内 甚至在我们国内 我们指导思想上的一种 放松了 全国甚至是全党的 这种政治思想教育 我的感觉是放松了 究竟文艺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很明确的提出了 是为工工兵兵服务 眼睛向下 现在我们的演艺界 为什么人服务 我们的电视也好 电影也好 好多主题都偏离了 我可以明确的讲 我也可以负责任的讲 偏离了社会主义的道理 西百科精神提出了一个就是 解放全中国 两个务必 务必保持 谦虚谨慎 不交不造的作法 务必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法 不做理自成 现在我们的 是不是做了理自成 你虽然没有退回去 没有再重新提早 游击战争 但是我们现在的 好多现象 已经违背了 这两个务必 在筹备建国期间 在49年9月份 9月31号 毛泽东有 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 有一个讲话 准备建国吗 另一道 我们实验的核心力量 是准备跟产党 知道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拉克斯 联名主义 现在 我们还 是不是按照毛泽东当初讲的 一直作为马列主义 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我们回顾建党九十周年 风雨历程 总不能抛去中国的历史 总要回想这一段历史 主义当时讲 底气很足 我们的 从 当在做 我们的前人 从没做过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是 正义的事业 正义的事业 是人头敌人 也攻不破的 现在我们的事业 是不是被 我们的敌人攻破了 也知道我们深思 五十年代 中俗结盟以后 社会主义阵营 日渐强大 从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发展到了十三个 包括六十年代的古巴 中国共产党 现在是 中国 社会主义改革也好 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当中 它的最伟大的贡献 我认为 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 建设成一个 能够独立自主 行持自己国家主权的新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 功夫可没 历史上有一个评论 就说日本的明日维新 和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是在整个世界上改变一个国家 贫穷落后面貌的两大奇迹 日本的明日维新 改变了日本 使日本从一个弱小的国家 走向强弱 中国 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是在毛泽东领导下 是旧中国 走向新中国 回复中国的经济建设 如果说用一穷二白 来形容当时的中国 那是比较简单的 当时的中国 五十年代初期 那就是满目疮痍 连一个火柴盒 都不会做的一个国家 出不有了自己的工业 自己的农业 自己的科学技术 当然离不开苏联的支援 但是更主要的 还是党的误陷 实行对付 抱着一种 就是团结奋战 白手起家 全党上下 从中央到地方 拧成了一条绳 艰苦奋斗 当时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完成以后 在开展第二个五年计划 期间 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到 1957年 11月 共产国际 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 应苏联 共产党的邀请 招开了一个 世界共产党 莫斯科会议 包括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 还没有古巴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全世界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 到莫斯科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有一个莫斯科宣言 确立了 一些共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那些 方针路线和政策 从历史上看 这次会议 还是成功的 起到一个团结的作用 还是以苏联为首 团结整个社会主义内容 毛泽东在会议上 多次发言 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 东风压倒西风 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当时宋关历史环境 是东风已经压倒西风 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 已经超过了 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当时 克罗小夫在会议上 有一个讲话 就说 他在 五年的时间内 他的钢产量 要超过英国 十年 要超过美国 毛泽东在会上 也有一个发言 就说 十五年 中国的钢产量 要超过英国 在回国的飞机上 孙庆龄问他 主席啊 你在会议上讲 十五年 中国的钢产量 要超过英国 以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能有多大把握 主席说 从明年开始 全国工工业要展开 大跃进 有这个决心 也有这个魄力 回国以后 从五八年开始 导致到中国的 工工业生产的大跃进 大跃进 大跃进 产生以后 陆续 总部线 多块豪省 制定出来以后 相应的 就要产生了 人民公社 这个体制 人民公社体制的诞生 集工农商学 名为一体 便于领导 震惊世界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纷纷到中国来 访问 参观 学习 这其中有一个 故事 学家里 罗马尼亚 保戴利亚 以这三个国家 为代表 回国以后 纷纷建议国内 取消他们 效仿苏联的集体农装 要建立中国式的 人民公社制度 这对贺务小夫 是一个震惊 对于贺务小夫来说 他害怕 他多么 这些 卫星国 向中国学习 而放弃了 苏联的集体农装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首先反对 中国人民公社 大要进和 总部线建 是贺务小夫 当贺务小夫提出来 中国的人民公社 和大要进 搞过了头 搞糟了 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 在中国国内 也出现了 一定的反应 右派言更不用说 在共产党内 也出现了不同意见 紧接着是 三年自然灾害 五九年 六零年 六一年 甚至六二年的上半年 自然灾害 又加剧了 在这探索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途中 大要进人民公社 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导致到党内的 意见集中统一 反映到大食堂的问题上 在做的 有的人可能了解 有的人不了解 当时全国都在吃大食堂 农村吃大食堂 机关干部吃大食堂 到点就开饭 开完饭 该上班就上班 包括人民公社的社员 敲钟去吃饭 吃完饭 去下地干活 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洋满汉 反映到中央 毛泽东讲 我们从井岗山 到红军时期 移到解放战争 二十二年的共产主义 都是走的供给制 我没见你出几个满汉 倒是实现了供资制以后 部队实现了军衔制 为了肩上了一颗星一颗豆 都要吵一吵闹一闹 为了级别 为了待遇 级别高一点的 做好的办公室 再高一点的 好的椅子 好的凳子 就为这些小问题 都要发生争执 这是出大汉的 根本原因 毛泽东才还是坚持呢 认为供给制是对的 但是反而到农村当中 好多具体问题 这大食堂 好多问题解除不了农民的实际困难 有的短缺劳力的 有贫困富 有病人的这些问题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后来到六十年的下半年 就解散了大食堂 在这之前 有一个庐山会议 这是五九年 也就是说 当人民公社大跃进 总路线 在全国叫得最响的时候 也是赫鲁晓夫 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 开始反对中国的大跃进 在五九年夏天 六月份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华 在莫斯科发表一个声明 公开指责中国的总路线 创造 赫鲁晓夫带着他的军事代表团 访问阿尔巴尼亚 当时 彭德怀带着中国的军事代表团 也访问阿尔巴尼亚 在阿尔巴尼亚 赫鲁晓夫和彭德怀 有一次谈话 当赫鲁晓夫提出 向彭德怀提问 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究竟怎么样的时候 彭德怀 报的是否定太多 也导致了后来说 彭德怀里头外 这是一个企业 在五九年八月 卢山会议上 彭德怀 根据他所掌握的一些历史资料 和情况 向中央批则写意见 咱们不妨把这个内容看开来说 当时彭德怀并没有写一件书 而是想找主席谈一谈 他在农村调查当中的所见所闻 晚上 就是7月24日晚上 找到主席 说主席已经休息了 当时主席在庐山住 美楼别墅 主席休息了 彭德怀呢 就退归到自己的住地 叫秘书 连夜 写了一个 他的 一些意见 他当时给 这个意见呢 标题呢 就写的 我的个人意见 只是这么几个字 第二天 秘书整理好了以后 长达一万多字 送到主席那 主席在 彭德怀的这个 意见书上面 加写了几个字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然后叫全会印发 这形成了 彭德怀的外言书 这里边提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 大阅厅的问题 人民公社 大师堂 彭德怀呢 意见 我看了他的圈门 咱们总的来说 他是骗点的 他看的是一些 直接问题 他并没有站到 毛泽东的高度 去看待这些问题 而是呢 提了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具体问题 完全可意思 通过私下谈话来讲 但是主席把这些问题 放到了 政治着头上 去看 当时不能脱离开 当时的国际环境 和国内环境 国际环境 美国在反华 反对人民公社 半径总督线 贺鲁晓峰也在反 蒋介石在台湾 叫小反攻大路 他有一个 长天讲话 要趁中国大陆 人民生活水平 下降的大好时机 团结起来 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国际上有这种言论 蒋介石有这种叫嚣 你彭德凡在党内 再这样一当 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 就要上了动摇 当时 毛泽东等人 为了党内团结 为了共产党的 整体的意义 对亨特凡 提出了 尖锐的批评 在八戒 十二冬全会上 毛泽东 有一层讲话 毛泽东一个人讲 讲了 三个小时 没有让任何人 发言 也没有让任何人 插 主席在这八戒 十二冬全会的全会长 做了全面的检查 第一 大阅进的缺点 错误 使作俑者 其无后顾 人民不胜 大阅进 总路线 是我毛泽东提出来的 我承担主要责任 我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被打死了 一个儿子发了疯 使作俑者 其无后顾 我毛泽东 断子绝顺 这个政治问题 在这种会议上 谈到这个问题 可见毛泽东 已经把这个问题 看得相当严重了 而且在全会上 正这样讲 是带有情绪的 可彭德怀的矛盾 还没有发展到 个人冲突 他在找彭德怀 彭德怀呢 他是政治局美人 虽然说不是常美人 他在政治局 影响地板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找彭德怀 那目光在看 彭德怀 做到了最后一台 这在交集处 卢山 交集处在 山的半中间 彭德怀 做到了最后一排 而且替了光头 毛泽东就很不高兴 当整个会议结束以后 毛泽东讲 三回 再会以后 全体人员 都没有立场 在这方面下 彭德怀第一个起立 从后门先退场 毛泽东就很不高兴 当主席 刘少奇 周恩来 他们三个 离开会场 往山下走的时候 彭德怀 正好用迎面 往山上走 他可能走到仓促 拉了东西 要回去拿 和主席走到对面 主席就说 老彭啊 有什么意见 咱们谈一谈吧 出人意料的是 彭德怀 没有理主席 一言不访 毛泽东又说了一句 老彭我们可以谈一谈吧 彭德怀回答 没什么好谈的 擦肩而过 第二天 黄克诚 总参谋长 上路路山 看了这个发言 彭德怀的意见书 当前晚上 找到彭德怀 有个谈话 后来的历史的面当中 都有这些内容 就说 你的意见书我看到 有些意见 我都反对 你不该那么写 你有意见 可以找主席谈吗 为什么非要写呢 彭德怀哨 老子就是写了 写了就是写了 这底度情绪还很大 周恩兰 又找到彭德怀 说呀 彭总啊 有些意见 还是和主席当面谈好 彭德怀说 我的意见 都写的 我的意见书当中呢 你们可以去看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认为 有必要 开那次小庭会议 当时林彪没有参加会议 林彪是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 也奉命到了屋山 在美族别墨 在美族别墅 毛泽东局中 五大方位 刘少奇 周恩兰 朱德 林彪 主席局中 把彭德怀叫来 对面 努力把沙发 坐下了 无比的正式 有一丝谈话 一开始 主席就说 老彭啊 有什么意见 今天我们小范围解决一下吧 彭德怀的意见还是 没什么好谈的 自己抽烟 抽的是中华烟 主席把自己的烟拿出来 老彭 你抽我的 彭德怀 不要 这时候 周恩来第一个奖 就谈了 彭德怀的意见 然后都得奖 刘少奇第三个奖 林彪第四个奖 林彪就谈到了 彭德怀 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 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 和贺独小夫的这次讲话 彭德怀适口否认 说我对贺图 什么也没说 林彪说 我们有外交嫉妒 有 有案可查 彭德怀说 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讲 我会对他讲什么 林彪说 他有翻译吗 你身边有翻译 彭德怀说 你可以去调查 林彪又说 那是苏联人当翻译 我们怎么去调查 在这过程当中 又提到了压安整风 提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 从历史上讲 百团大战是对敌人发起的 动用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在华北地区 一直在三进 主要是山西 陕西 主要还是山西和河北 来谈大战 破坏敌人的铁路啊 拔具点啊 它不是同时进行的 而是在一个下级 一个季节 从历史上讲 虽然是对敌人 对美军 对日本鬼子 发动的这场战争 刻画上讲 敌人遭到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 也向敌人 暴露了 共产党的势力 共产党领导军队 当时改编以后啊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 只是三个狮子兵力啊 你现在三个狮 所下的有一百个团 那是三个狮吗 招致了日本鬼子 四十年的武艺大扫大 给共产党造成的损失 远远大于了 你的百团大战 做夺取的胜利 而且也招致了 第二年的西安 事变 这是 新四军 晚南事变 导致了晚南事变 使新共产党的力量 在军事上 受到空枪飞影的损失 在延安整风上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百团大战 究竟 在我们党内 在我们组织人民 反击 违背了毛泽东的 持久战的死刑 彭德海并不接受 这个呢 作为一个历史的 当时 在延安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 主席 和州副主席 彭德海有一次参谎 这个问题呢 没有做结论 因为毕竟还是战争观点 没有做结论 多少年以后 59年8月份卢山会议 重新提出来这个问题 叫延安整风 百团大战问题 彭德白 在这次谈话当中 跟毛泽东 反他脸 甚至 说粗话 骂他娘 这已经完全打破了 党内谈话的 这个狂狂 你把毛泽东 放在什么地位 招待第一个反对 彭德海 说老彭啊 你要关政态度 这是我们共产党的 常委在给你谈话 你怎么能采取这个态度呢 你把毛泽东 放在什么地位啊 主席是我们党的那里秀 你以这种态度 给主席谈话 那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面 就不再谈 你的意见出问题了 而且说你 彭德海的态度问题 以后又导致了 确立了彭德海 为了党内的团结 建议彭德海 反党集团 这里边有主客观的原因 我就讲这么一个过程 庐山会议以后 党内的思想诺争 还在继续 反映到 人民公社一流的问题 总共线的问题 根根结底 还是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人民公社走的是集体化道路 六十年以后 庐山会议以后 虽然形成了一个党内的 战事的 反对人也没有了 右派言都没有了 全国出现了一种 当然这个庐山会议什么 还有一个是大连钢铁的问题 是全国大连钢铁 58年59年大连钢铁 铁路沿线 小高路 大高路是 农村的所有的国外票盘 全都收集起来 炼钢铁了 这 庐山会议提了一个客观 就是了 老民上财问题 当时中国的炼钢技术 并没有达到 那个小高路 我也炼过钢 我也炼过铁 那真是 都是一通废铁匙子 根本不能用 但是 主席的指导思想 是希望中国能够尽快 富起来 摆脱贫情落后的面 脱离了客观实际 主席在北战河会议 认识到这个问题 反过头来做个自我批评 大连钢铁问题 后来打住了 钢铁纸边也下降了 北战河会议 郑州会议 沙海会议 把钢铁纸边 一降再降 一直到63年底 64年经济回复以后 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北战河会议 就说 农村的社会主义 怎么搞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 呼声最高的 就是自留地和分田造库的问题 要不要自留地 自留地是社会主义性质 还是资本主义性质 分田单单 是社会主义性质 还是资本主义性质 两种议论 主席认为 中国是一个农业落后的 农业国家 小农经济站的主导地位 只有走机体化道路 走大生产 团结 起来 走机体化道路 中国才有可能实现 在农业生产上的机械化 另一种声音就是说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在农民当中 产生了机体影响 建国初期 分田分地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得到的提高和发展 刚刚发展起来的这些个积极性 又被初级社 高级社 人民公社 所代替 除了农民的冷水 毛泽东不这样看问题 毛泽东认为 几千年上的分田单单 走各自发道路 中国的农业 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毛泽东有句名言 中国农业化的根本出路 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机械化 如果要想实现 中国农业的机械化 必须要走机械化道路 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 的部长叫邓子辉 向主席提了一个建议 说你给我八年的时间 我彻底改变农村面貌 说这八年你怎么办呢 分田照顾 单战 八年 我是农村的 粮食产量翻一盘 改变农村面貌 主席说 我给你八年 我给你一年这时间 贫富差距就拉开了 给你两年 金融卖儿卖女 就要取巧老婆了 给你第三年 资本主席就扶毙了 我一年也不给你 在这个问题上面 北戴河呼吁争论的很激烈 主席有一个发言 今天是分田单战 还是搞 集体化 这是摆在我们共产党内 每个党员面前的 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的意见 走集体化 一步不能退 半步不能退 建议撤销 邓子威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州 而且取消农村工作部 毛泽东说 中国的农民 如果走 个体灾难 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办 个体的小农经济 抵御不了大的自然灾害 还是要靠集体的力量 那么集体 靠谁支持 要靠我们政府 要靠我们共产党人去阻止 这个问题呢 一直在党内 争论的很厉害 甚至到现在 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 分田了 分地了 结果现在谁种地啊 承包固种地 有哪个农民自己去种地啊 都承包出去了 有一个特点 是很明显的 毛泽东时代 没有这么多贪污犯 毛泽东时代 没有这么多多违法乱提的 公开违法乱提 最起码的 毛泽东时代 没有吸毒的 没有卖民的 现在是长期遍地 怎么理解这问题 是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思想 在腐蚀 帝国主义国家的 合成演变 还是发生在我们党内的 意志薄弱者 还是 某些原因 也是值得我们 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 但是我们有权利去思考 党之所以 监视着建党六十二年执政 执政到现在 我们共产党还能够继续执政多少年 我和中央 大军成功 秘书局的人 也探索过这些问题 我也公开 显过我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 不是不考虑农民问题 制定了 农村工作方法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 就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面的 这些个内容 农村工作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边 有一个是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要坚持原则 现在 中央集权 省委不清中央的 市委不清省委的 下委不清市委的 有的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也有的拿着令箭当鸡毛 已经是本末导致了 归根结底 就是我们这个 所谓法治不见权 那文革以前 建国十七年 没有现在这么多条条框框 这个法那个法 但是只有一条 为人民服务 那党风 党纪比现在要严格得多 为什么现在制定了这么多法 这个违法的却越来越多呀 归根结底还是思想教育放松的 六十年 一月份 一月十一日 在全党影响面比较大 就是七千人大会 在人民大会上召开 七千人大会 本来是讲开三天 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 一个县来两个人 全国是七千多人 历史上号称七千人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 就公开报复出来了 本来讲春节以前 开完会 然后年三十散会 从这么回家过年 在会议期间 人们一游为尽 就说呢 不回家过年了 继续开 就延长了三天 会议期间 刘少奇代表中央 有一个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主席是看到的 当刘少奇发言的时候 并没有 照着全科念他这个书面报告 而是有一个地息简矿 宗旨 就是说 大跃进 人民公社 党多快逃审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务线 我们还要坚持 在这三面红旗的指导下 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到底是三七开 还是一九开 恐怕 不能再用过去那种 一个指头或九个指头的关系 来套 这句话呢 是主席讲的 主席总案形容 是一个指头 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成绩是九个指头 缺点错误 是一个指头 用 几几开的比例 就是说三七开的话 那是 成绩是主要的 失误 缺点错误 是次要的 三七开的比例 和一个指头的错误 我毛泽东负主要责任 主要承认了责任 刘少奇的几期讲话 有一句 值得深思 就是说 这些问题 我们都坚持 三面红旗 不做结论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回过头来 我们再做 总结 主席对杨上分享 看来 少奇同志 是要秋后算账吗 这就是注动了 主席的神经 主席考虑问题 是很敏锐的 他的分析能力 是在 长期的斗争当中 形成的 不是一时兴起 刘少奇讲话以后 林彪有一个讲话 林彪发言 就说 我们党的失误 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失误 我们 谁的失误 要放在谁的头上 不能向中央推 更不能往主席身上推 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总的感觉是 主席办事 第一个 显著的特点 是八九不离十 是以事实文跟进 主席做的决定 我认为 历来都是正确的 发生的缺点错误 是我们理解 主席的思想不够 执行的能力差 我们做错了事 不能往主席身上推 我们要找自己的原因 林彪这个讲话 毛泽东是很欣赏的 毛泽东对杨胜坤也有一段 说在这种会议上 在这种场合 像林彪这个讲话 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出来的 我建议 把林彪的讲话 整理成材料 下巴圈了 吴独游 刘少奇 林彪讲话以后 分组讨论 在分组讨论的过程当中 北京组 彭根也会讲话 在这样的会议上 发生在主席身上的缺点和错误 哪怕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如果不做检查的话 对我们全党将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会议成员之一 陈柏达 立刻予以反驳 彭根 你什么意思 你难道说 把我们 自己身上 所做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 都要往主席身上推 彭根赶到什么世界 说我没说错什么 陈柏达就说 你这个当时 这个讲话 那就是错的 主席的千分之一错误 万分之一错误 请你指出来 哪一点是错的 使得彭根压口无言 这个会议记录 被整理出来材料 要上报的 主席肯定要看 主席又考虑到 联想 刘上奇的讲话 和彭根的发言 使他感觉到 党在执行 总督县 人民公社 大晓晋 这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党内一见不同意 七天人大会以后 四二会的当天 毛泽东就做专列 到南方调查 搞实际调查 回来以后 形成了一个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搞了一个前十条 前十条 就是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制定了好多指导的思想路线方程和政策 有不同意见 主席呢 又带着了实际问题 就到办理去考察 考考察研究 刘二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做了一个补充规定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若干补充规定 形成了一个后市条 主席回京以后 看了后市条 也没有提认和反对意见 这其中 刘少奇主持一场工作 派出中央工作组 以王国美代队 搞了一个农村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桃园经验 桃园大队 几万人的工作组 下了一个小线 访平问苦 扎根串联 搞得很紧张 第一个提反对意见的是 华为局 第一书记 李雪峰 给中央提了意见 说中央的工作组 几万人搞突击战 把老百姓搞得是鸡飞狗跳 宣传文件 一宣讲就四十多天 那老百姓又没有什么文化 工作组往前面一坐 下边谨小声闻 一个人坐在上面都讲 今天讲的名探讲 一天讲 宣讲文件讲四十天 下来问老百姓 讲的什么 不知道 效果不好 主席呢 他也派上工作人员 江家英 怎么了 胡乔牧 要去调查 到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怎么搞 搞什么 第一个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是谁呢 华国锋 在湖南乡村 搞的 第二个是河北省委保定 当时的地委书记叫李月农 保定的农村 今天由河北省的省长 刘子厚汇报 湖北呢 当时华国锋已经是湖北省的 书记处书记 将湖南省副省长 亲自到专列向主席汇报 主席到中央上海会议和政策会议 又提到了这些 农村社会主义经验的湖南经验和河北经验 后来主席公开在北京 一天堂 中大海一天堂 提出来否定了 王光美的草原经验 说你那么多人下去 搞那么一个小县 有什么必要 我认为一个县 即便是派工作组 派工作队 有百八十个人也就可以了 即便农村生产队干部 生产队的干部 有贪污的 贪污的七八十块钱 百八十块钱 退赔了 承认了缺点错误 贫下重通通通过了 继续当干部 刘下区说那不行 我们这次整 就是整他们 他们在前面贪污 背后指使者是那些地妇反坏友 他们是后台 主席说不对 地妇反坏友 先说地主负能 反革命分子 已经被我们打枉了 已经被我们镇压了 他们没有权 用派分子 该处理的我们处理了 该将把董事摘了 也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 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 就是整打类 好资本主义当务的当权犯 刘下区说 我不赞同 我认为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 还是要整地妇反坏友 毛泽东说那是死老虎 已经被我们打枉了 还是要整现在的当权派 尤其是五大领袖 华克县委书记 公社书记 大队书记 大队会计 刘下区说 我们开展工作 依靠的就是他们 我们不依靠那些 一层干部 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主席说 那你依靠 我是向决心 要达到什么人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 会议以后 当天 刘下区很苦恼 赫龙第一个找到刘下区 说少奇同志 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 你和主席公开抗龙 是错误 有意见 你和主席可以私下交流 不要含不大家的面子 你们一线二线的领导人 这么遇到 别人怎么办 王公美也批评刘少奇 说你哪能这么干呢 您找主席承认错误啊 赫龙走了以后 朱泽第二个 到了刘少奇家里边 又找刘少奇谈访 说少奇同志 今天呢 主席生气了 我不说你们谁对谁错 希望你们能够 沟通一下 不要在政治局会议上 朱泽离开以后 第三个 找到刘少奇的 是周恩来 周恩来很尖锐地提成了 希望少奇同志 要和主席的思想保持一致 赫龙 赫朱德 离开主席以后 就回家了 周恩来离开刘少奇以后 就抱游泳池 去见朱泽东 第一句话 主席就说 恩来啊 你从烧奇哪里来吧 周恩来说 是我到烧奇那去了一下 他很苦恼 可能要到主席站来谈 主席说 他底气很足吧 有话找我谈什么 可以在会议上谈吗 从此以后 毛泽东和刘少奇 思想没有再谈过话 第二天 上一会儿 早晨 主席还在休息 就说主席 少奇同志 来了 想见你 主席说 就是我还在睡觉 不见 就从此再也 两个人没有在 正式的交流过 个人意见 按这个问题上面 不管怎么着 我个人认为 刘少奇 不管你利用任何场合 利用任何机会 还应该和毛泽东在沟通 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分析 但是刘少奇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三天以后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刘少奇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实际上毛泽东突然打诺 会议没有开完 最后 形成了 在制定23条问题上面 前十条 后十条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到底怎么搞 中央要制定的一个政策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若干补充规定 就形成了23条 23条 就是根据毛泽东在 历次政治局会议和 科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些内容为主 整理出来了 一共是23条 减习23条 开明综艺 就讲了这么起 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在党内 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犯 我这儿有本书 叫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这本书呢 是刘云山亲自批的 在中央压到两年半 这本才批了 老师 充复 四批 我见语点啊 六四年 一月五日当日 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夸大会议 继续不点名的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说 我听说有六怕 一怕 扎错根 二怕 干干部等 所有的怕都是 怕右倾 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 还是江苏那句话 有啥反啥 有多少反多少 有右反右 有左反左 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 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与会人员都在聚警会神的 听毛泽东讲话 刘少奇低着头 默默地做笔记 他知道毛泽东是在批评自己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冷静冷听 毛泽东继续讲 现在 有些人 好像马克思主义 都是对别人的 对自己 就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了 完全否定一切 事实上不是一片黑暗吗 干部贪污几十元 百万元 还是多数吗 千元以上的 不多吗 有百分之 七八十是好的 是可以争取的 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 我数来数去 贪污上千元的 只有四个人 没有第五个人吗 毛泽东公开点了王光美的名 是表明 他对王光美下乡蹲点 所采取的办法 一种走定 也是最直接的公开批评 在继续讨论改写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提出的一些问题 文章的进程中 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 是否能够缩短一些 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 全国六七年搞不完 就不要搞了 可以提早 这就把协商信设备的防止提早 事实上 一个单位只要几个月就行了 你还可以教育吗 搞运动 首先是要依靠群众 不依靠群众怎么行 再就是要依靠 解放了那些放下包袱的 大多数干部 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 工作队 也得靠前两者 这是毛泽东否定刘少奇 内工作组的一段简话 在制定23条上面 毛泽东提了这么几条 刘少奇认为农村四清 是四清与四不清 几个矛盾的交叉 一个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一个是四清干部 和四不清干部矛盾的交叉 毛泽东说 几种提法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党内外矛盾交叉 或者是敌国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交叉 前两种提法 没有说明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 这两种提法 不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四清和四不清 也不说什么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也不说什么是历史时期 什么阶段 什么阶级内容的矛盾 从字面上看 所谓四清四不清 过去历史上 什么社会都可能有 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 什么党的派也可能有 所谓敌国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什么历史阶段也可能有 这些提法 都没有明确 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 因此不是马克思练经主义的 就否定了刘少奇的根本说法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23条 基本上是按照这些 毛泽东他的所有的讲话内容和条文 有的地方呢 做了个别的加工和修改 丁边在讨论当中 彭德怀 彭真有一个插号 农村四清 中央搞一个前十条 又搞的一个后十条 应该说是 比较完善的 他不同意再继续搞一个23条 毛泽东当时就否认了彭真的这个插号 说彭真呢 你不要讲那个后十条 毛泽东毫不客气的 打断了彭真的插号 1963年5月 杭州会议写了一个第一个十条 为什么刚刚过了三个月 九月份北京又搞的一个十条 只有三个月份 哪有那么多经验 我看北京就是有两个独立王国 在那里明白了 这是很显然 毛泽东对后十条是不满意的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确认 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他已经不能容忍别人再反对他的政策意见 从根本上讲 毛泽东已经完全否定了与王国美搞的桃源经验 有直接关系的后十条 他已经把刘少奇作为了中国最大的狗子犯 是睡在他身边的中国贺鲁晓夫式的人物 下决心要达到刘少奇 在二十三条中 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 但毛泽东的真正用意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了 而且只要人们仔细阅读二十三条 就可以清楚的看出 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的严重分歧和斗争 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坚持的是一条 资产结局路线 甚至认定中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的这一判断 导致他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条走资本主义报复的当权派路线 同时也导致了党内左行思想的发展 这是二十三条的起因 这段文字 那半成天用红笔挂出 出版以前要建议删除的 最后 由于各种原因坚持吧 我的意思就是尊重历史事实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这是个什么情况 最后刘云山也有批示 同意出版四个字 这本书也是出版的 这本书是我的个人见解 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 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 但人们理解 所谓走资派 主要是指那些 党内热衷于搞修正主义 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而又在党内掌握着一定权力 担任着一定实物的人 这样以来 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 人们自然的就把那些 党内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 甚至根本没有犯错误 而担任着领导职务的 统统化成了所谓的走资派 走资派的提出 使一些人想 如果不是苏联 出了一个贺务小风 如果美国没有封锁中国 如果蒋介石 故事叫上反攻大陆 如果印度也没有派兵入京 中国的边境地区 如果刘少奇一开始 就完全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 看问题 那么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但是 一切客观事实 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苏联就是出了一个贺务小风 而且很可能 再出贺务小风 实际上 并且出了一个不认真逆夫 还可能会出 比贺务小风还贺务小风的人 美国封锁敌视中国大陆 由来已久 这是他们国家的既定政策 蒋介石与共产党危急 这辈子注定是难以改变的 印度入侵中国 天津是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 和狂妄的扩张主义 所决定的 只是 刘少奇从毛泽东共事几十年 从领导安援梅炮罢工 到坚持武装斗争 武装夺取政权 从遵义会议到走完两万五千里 从严安坚持抗日战争 打十九战 到解放区的开展土地改革 从西外坡指挥三大战役 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 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1959年的卢山会议 他都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 怎么现在 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意见 对一些问题的根本看法 为什么不一致呢 刘少奇之所以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是因为 他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渔能中 自认为掌握了第一手的真实质战 认为要使中国农民真正富起来 必须解放生产力 必须调度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 吃辣个饭是绝对不行的 解放后农民刚刚分择了土地 刚刚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 还没有充分发挥起来 广大农民 潜在的巨大能量 还没有真正解放 基本人民公社共产风 刮得云头转向 农民爱惜自己的土地的热情 遭到打击 再加上一瓶二瓢 说发生在许多农村干部身上的 虾纸规方 严重损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样严重的问题 如果得不到真正解决 是由于发生在党内的左倾思想 起了主导作用 他要尽力扭转这种局面 但却力不从心 他的主力在于毛泽东 而用毛泽东的话说 那就是 人的正解思想 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存在于 走机体化道路 任何个人的内向 总是有限制 只有走机体化道路 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国际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 外界压力 以及国内三千自然灾害的教训 更加证明了 中国人只有万众一心 才能战胜世界上的任何坚然险阻 同时 毛泽东还认为 刘少奇长期以来 不抓阶级斗争 与自己对立 根本原因所在 他不能容忍党内的意见不统一 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不统一 就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二十三条认问出来了 同时中央还发了一个通知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 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 并写出了讨论计较 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 中央过去发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 如有从这个文件相抵入的 一定与这个文件为准 苏是苏非 参加中央政治局 全国中央工作会的人 无法明确的判断 只能留在历史 以客观的证明 但在这个会议上 人们都举了手 同意了毛泽东的一页 这就是说 二十三条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 二十三条工作结束会议以后 刘少奇 在会议上 公才做了自我批评 这是潜伏文化革命的伏笔 在一九六十年 夏天 刚早讲了 北戴河会议 就是又公开提出来的 分田难干和分田到户的问题 分田难干和分 在二十三条制定的过程当中 这个矛盾的焦点 争论的就很突出 现在我们也可以探讨 究竟是走机体化道路 还是走分田难干 哪个更利于社会的发展 更利于解放生产力 究竟是搞单干 能够发挥人的积极性 还是走机体化道路 咱们客观的讲 社会主义啊 谁也没有搞过 毛泽东有句名言 列宁没有搞过 斯大雷搞了 搞了一半 他去世了 共产党搞社会主义 历史上没有 我们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 究竟怎么搞 没有经验呢 只能根据客观实际 一边搞 一边摸索今天 我们总的来回过头来看 毛泽东在55年 有一个论事大关系 其中有这么几条 就是吧 发展中国今日 先沿海后内地 先东部后西部 重视东北的重工业基地 以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为基础 诸步发展内地的重工业 咱们改革开放三十年 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路子 还是按照毛泽东55年提出来的那个 先沿海后内地 先东部后西部 这个路子是正确的 改革开放 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前二十年的社会主义积淀 你改革什么 开放什么 没有毛泽东 实在的两弹一新 奠定了中国的国防基础 你现在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讲话力量 那是没有任何分量的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给我们开放了这些基础 奠定了这些基础 我们才有可能 进行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好 社会主义革新也好 如果说否定毛泽东的思想 那中国就乱了 中国党内会乱 国家会乱 共产党的历史 是人民斗争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前六十年 和毛泽东的思想 方针 方法 他的角色是细细相关的 是分不开的 往往在中国进程的危难时刻 历史关头 是毛泽东团结了他周围的一些精英们 团结了他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拨振了中国前进的历史航程的正确 把握了这个正确的方向 如果说现在 我想写一本书 题目就是说 毛泽东从纪念堂走来 如果毛泽东 从纪念堂走出来了 他能不能走到中南海 我画个问号 这时候潜在那中 当他从路过 前门广场 路过长安街 在这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当中 各种信息 各种消息 都会传达他到耳朵里边 他会怎样看现在这个问题 你在中央的一些东西就说你拉拉吧 你这里别写 你写的也给你出版不了 咱就谈这些问题 就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 执行的路线 不能说和主席的相违背 只能用既往开来来说 如果说相违背 你现在你就没法坚持了 从客观上讲 我们现在的改革开发 我们国家的国立 综合国立 确实提高了 它和历史环境是有关系的 你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现在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 这也不容易 这本身就不容易 有哪一个领导人 你苏联 你格尔巴交付 他没这个胆 他在叶利新面前就 退却了 以毛泽东的性格 毛泽东本人从不走回头 毛泽东也有一句名言 就说 老子不信心 现在不信 将来不信 永远也不信 他给贺骨晓夫抗衡的时候 他有这个破底 有这个感觉 言外之一 前几天我们和一些朋友座谈 谈到一些现实问题 利迪亚 现在很乱 中国怎么办 所以一些朋友们 你说怎么办 我说我没权 我要有权的话 我就派着轮船了 我不是把我的 几万人呢 中国在利迪亚 有工程 有投资 都仍在那儿了 你有本事派轮船把这些人接回来 你为什么为本事派人去保护 你如果说派你的海军陆战队 去保护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 去保护我们的合法利益 你应利迪亚政府的邀请 我就出边保护我的 施工部队 施工人员 去了 那利比亚于是不会是现在那样 毛泽东赛事的时候 我到过越南 我到过老挝 我也到过柬埔寨 我在越南作战半年 在老挝作战两年半 在柬埔寨三个月 当时我们是换张出去的 我们的铺铺工程部队 打到哪里 我们的防空部队就跟到哪里 那所向披靡 美国的B-52我们也打过 中国的部队没有退却的 如果我们现在派你 不说出兵利比亚 我就派我的武装部队 保护我的施工人员 保护我 多少个亿的资产 这和利比亚的铁路 是我们修的 我保护我 我的铸铺工程人员 有什么不可以的 结果我们都撤回来了 人员也撤回来了 工程也撤回来了 一个显著的问题 波黑 美国打波黑的时候 是南斯拉夫吧 南联盟 苏联台兵 是俄罗斯 出空降室 突然战来了 机场 美国停了抗议了 你们 谁让你们去的 联合国没有授权呢 那普京回答 我们不知道 那下面部队站的 我们问一下吧 结果 那些苏联 波多斯的部队 继续占领机场 你美国 他有什么办法 我们的大使馆被炸 如果 我们的人 把我们 大使馆被炸人员 一体从飞机上运下来的时候 你国家的领导人 一二三四八爪 上前去 抬棺材 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那是个什么镜头 举一个小例子 英国 和北二兰 有军事冲突 他这两个少兵 被打死了 萨切尔到边界巷上去 扶令 使得举国震惊 你中国领导人 为什么 做不到这一点呢 这个民族气节 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 再一个 就是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 你中国领导人 为什么 就不去巡视一下呢 波多斯的领导人 可以上美国寺打拽一下 中国领导人 你到钓鱼岛 转一圈又怎么样 国家领导人 咱们不加财色 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存在于 中华民族当中的 这种心情 这种力量 是不可抹杀的 只要中国人 有这种心情 有这种力量 中华民族 总有那么一天 会在世界上 扬眉主气的 在建党 已经九十多年了 共产党九十年来 走到现在 客观的讲 也确实不容易 反过来说 你说这么了不行 那不是不行 你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这么大 党内的意见这么多 要想统一起来 还真没有一个人 能像毛泽东那样 能够统一 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要想到统一 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我个人认为 还是要以毛泽东思想 为基础 什么这个理论 那个代表 那归根结底 你还是收回来为好 就提倡一个 马列主义的 毛泽东思想 我讲的不爽了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法 大家可以问一问 咱们互相参考 关于这个 我这么谈一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可以这么讲 如果没有中国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的执政 泡不了现在 随着苏联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解体 资本主义国家的 思想浸透 文化进攻 和各种经济政策 共产党那一股方言 叫打倒的 都吹过去了 正因为有着文化革命 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当中的领导地位 党是领导一切的 东西南美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奠定了共产党 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 来继续革命的这个理论 毛泽东文化革命 提出了一个就是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这是他的理论直到思想 文化革命就是解决一个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防止中国被资本主义 核体演变的问题 要坚持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是文化革命解决的问题 并不是全力提的 而是一种路线挑战 在北戴河会议上 毛泽东有一个提示 就是说关于湖南省的 花明楼公社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批语 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 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是使共产党人 免除官僚主义 避免自卫主义和教教主义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确实保证 是使无产阶级 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不然的话 让帝父反败 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 而我们的干部 则不闻不问 有许多人 甚至与我不分 互相勾结 被敌人 腐蚀 侵蚀 魂化瓦解 拉出去 打进来 许多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 也被敌人软硬兼施 到此办理 那就不要很多时间 少则几年 十几年 多则几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马列主义的党 就一定会变成 修正主义的党 变成发西斯党 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请同志们想一想 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主题呢 早就有意义 毛泽东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看成是一场返修防修 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不被阶级提人 破坏的严肃道理 他坚持认为 苏联就是被赫鲁晓夫 修正主义者 篡脱了权力 而改变了共产党的本蓝颜色 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 也正是在变革中 导致了国家的倒飞 现在的中国 在国际上受地球反共同攻击 是一位中国坚持的 真正的马克思阵营主义 是真正的劳动人民 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在真正的共产党人 不愿看到的残酷现实面前 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指挥下 一定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 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 四十多个兄弟党 发表决议声明 攻击中国共产党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随时都想改变 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反共派在台湾 纯粹欲动 蒋介石做梦都想反共大陆 一海之隔的日本政界所看 势力也抵御不了其右翼集团的 时刻妄想覆遍军国主义的 统治愈望 印度的反华势力 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 才敢敢不自让利的 屡次侵犯中国的原地区 进行找信 印度之大的 紧张局势下距 帝国主义正在 增派军队 扶植反共的推理政府 果立的资产阶级右派 也已经向共产党发起了多次进攻 发生在农村中的 丹岸峰 屡禁布置 小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常严重 被打倒的地主富农 和资产阶级 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无时无刻 不在梦想的复辟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势力 时刻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萌动 要是中国 在这样复杂危险的境况中 不改变颜色 永远立于无败之地 就只能把这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进行下去 只有在共产党的广大干部 尤其是党的主要的大干部 真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才有可能 坚持不懈的 不断地进行这样的 返修防修的斗争 如果放出了这场斗争 那么 中国势力 被地主义和平演变 势力会没 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在计算广大干部 只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 看不到问题的实质 如果我们 不加强政治领导 那么 时到有一天 中国会对来源 毛泽东把这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看成是关系到 党和国家 潜伏命运的 伟大斗争 他告诉全党 这一场斗争 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 是重新组织 革命队伍的斗争 是向着 正在对我国 进行长途进攻的 自卫主义势力 和封建主义势力 做尖锐斗争的 伟大斗争 把他们的反共性 企严打下去 把这些事情中的 绝大多数人 改造成 新人的伟大运动 毛泽东认为 只要干部和群众 一道参加 深压劳动 和科学实验 就可以使 我们的党 进一步成为 更加光荣 更加伟大 更加正确的党 使党的干部成为 既懂政治 又懂业务 又红又端 不是扶在上面 单官做老爷 脱离群众 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 打争一片 受到人民群众 拥护着真正的好战备 毛泽东 从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直到后来 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是从长远的 里面看的 是从国家的整体 里面看的 而且反映到 这种思想上 他是苏联共产党中央 和中国共产党中央 展开了三年多的 政治大会下 共产党中央 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 主要是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编辑部文章的形式 发了九篇文章 九评 在文章中 针对赫鲁晓夫 在苏联推行的 和平演变政策 关于中国 如何吸取教训 防止资本主义 附近党 十五个方面 进行了详尽 严肃的论述 第一 必须用 马克思 国内政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 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 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第三 无产阶级专政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能联盟为意图的 第四 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坚持群众固欠 放逐发动群众 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 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都必须解决 依靠谁 争取谁 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 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 普遍的 反作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 无产阶级专政的 基本任务之一 就是努力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 无产阶级专政的 基本任务 就是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 全民所有制经济 同机体所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两种根本形式 谈到这个问题 第九 百发齐放 百家争鸣 是促古俊 文学艺术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方针 是促进 社会主义 合法反应的方针 第十 必须坚持 干部参加 积极生产 矛盲动的制度 第五 绝不能实行 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一 绝对不要 第十二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 武装部队必须永远 至于无产阶级 政党的 领导和人民群众的 监督之下 永远保持 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 坚持 军官当兵的制度 第十三 人民公安机关 必须永远 至于无产阶级 政党的领导 和人民群众的 监督之下 第十四 在对外政策方面 必须坚持 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 反对大国杀伴主义 和民族预计主义 第十五 作为无产阶级 前逢队的共产党 必须从无产阶级 专政 一起存在 我们现在 好多政策 是背底的这些规定 我们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 关于高兴智的问题 关于 干部当兵的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的 现在没了无产阶级专政了 已经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了 还有一个 国际业 就是作为一个党员 那么 党章 过去第一条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这一条被取消了 你无产 共产党 顾名思义 你是走共产的 你不是走各 各起的 你共产党 你怎么耗着人民起来的 你还是走的是共同 辜语道路 咋的是共同啊 走的是共产主义道路 你现在 如果说 坚持马列主义这方 主席讲的 直到我们思念的理政基础 是马克思的领导力 是吧 领导我们是一个核心力量 是一个国家的 现在还是两个领导 但是我们坚持的 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什么 还是无产阶级革命 现在中国无产阶级 这个阶级它存在不存在 始终来说 只要社会存在 就有阶级存在 否认阶级存在 那就是阶级道路西面 这文化革命都是 披了不爱披的 而且呢 坚持这全民所有制经济 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两种根本坚持 现在这两种 经济形势还存在不存在 我们可以去分析 是吧 第十一就是 绝对不能实行 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我们现在有的人 年薪几十万几百万 上千万 是吗 这些人 主席生前都治理过 都被推翻了 为什么推翻 理由是什么 社会在发展 情况过去不一样了 你不能再用 长征的 红菊的制度条文 制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中的条文 是吧 你长征实行的是 共济制 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开始 咱们就实行公资制了 你现在呢 全世界的格局都在变 如果还坚持在那边 如果还坚持在那边 共产党 你干脆 闭关锁国算了 究竟怎么办 我说的也不算 你说的也不算 用我的东西话 十年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 非根界地是你们的 因为青年人 着急风波 正在新旺时期 好想早晨 把酒店中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猜一下 主席 你要向主席学习 一个是他的性格 我最近要出一本书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就从他的性格谈 他酷爱大自然 性格刚毅 坚强 不走回头路 坚苦苦素 始终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一切 毛泽东之所以 在人民心目当中 享有这么崇高的威望 他是只留精神 不留遗产 毛泽东的子女 没有继承过一分钱 我接触黎敏 李娜 他们 就说 李娜 离开中南海 离开中南海 就是只身就离开中南海了 什么都没有 李敏是在主席生前就离开中南海了 以后进中南海都很困难 毛泽东留给子女呢 只有她的精神 她一心为民 作为我们现在青年人 一是要勤奋好学 要多学 你不要小看这个学习啊 不管什么内容 你只要学了 总有一天你会有用的 你讲的现在我学了英语 我用不上 我学了数学用不上 或者是我学了经济学用不上 迟早有一天 你就会修自行车 恐怕到时候你都会用 意不压身 你只要坚持学 这是一意义 还有一个 作为个人来说 我得知道思想 不信天不信地 中国的明山大川 我走的多了 五台山 反正中国的佛教圣地我也去了 所有的地方 我是只看过了解文化 从来不败货 我一不烧香 二不败货 个人成长 要靠个人奋斗 积攒你的丰富的阅历 积攒你的知识 有机遇 你能够抓住 你如果没有这些个机链 没有这些铺路的话 机遇到你身边 你抓不住啊 你积累了你的素材 丰富了你的知识 一旦机遇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能够抓住他 所以说还是要学习 毛主席博烂曲书 从小什么书都看 各方面的书都看 他呢 善于接受新思想 善于接受新事物 而且敢于迎接挑战 这是他们性格的主意 当然他们什么 坚固朴素啊 这一些与人为乐啊 从心未免啊 这些都比较多 我总结了他的六十条了 今天就出版了 出版以后 希望你到书站去拍吧 来个共同探讨一下啊 咱们知道一个典故 就是卧薪长达 勾建 十年强国 十年 强兵 十年复国 他经过了二十年的努力 最后灭掉了福差 灭掉了吴国 他这十年当中 十年富国图强的过程当中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他每年还要向吴国进攻 起码现在我们 不敢说 咱们还敢再来 和我放个屁吧 他起码 不表态 这是一个掏鬼之计 他还是采取的 稳定策略 还是一种掏略 无解不讲 就说我们现在国家 有没有力量 敢于公开打出来 和美国抗衡 我和沃洛斯联手 建立军事同盟 沃洛斯还敢派他的 飞机 每年全世界 带着核弹头 巡航两次呢 你中国有没有力量 派出核潜艇 每年围着全世界的 哥拉雅 赚两圈 有没有这个胆态 美国的核潜艇 他就在世界各大洋 周游啊 而且一年之内 在你中国的黄海 三次军演 你中国敢不敢 靠古巴的海军力量联合 在加勒比海西纪演 你就是敢去 起到什么作用 实际作用是什么 看了其他人长远看 中国和古巴 搞一个联合军事演习 就在加勒比海 既然美国和南韩 敢在我黄海去搞军演 我也到你家里口去搞军演 行不行 然后没了 吐气了 最后招致的结果会是什么 对我中华民族的发展 是不是有利 现在我刚说的 现在我们就是派军舰 到钓鱼岛转一圈 解决什么问题 正好我趁着日本 核辐射地震 我就派军站了 实际站里了 钓鱼岛 实际意义是什么 南沙群岛问题 现在六个国家 都在开发南沙 中国 站了其中的十一个岛屿 现在也有驻军 也有我们的海防 战士 什么 每年都有换防吧 相应性的 你能不能派你的军事力量 把所有在南沙开发的外国 公司 全部红着走 那是中华民族的资源呢 你有没有这个力量 你如果敢这么做 后果是什么 我在舰舰知识上面 看到一篇文章 中美南海大海战 突然有一天 中国的海军和美国的航空母舰 在南沙群岛 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中国出动了41艘导弹提出舰 包括航空艺 美国出动了它的太平洋舰队 两艘航空母舰 包括它的企业航 经过 一昼夜 零十二个小时 击着 中国已损失 五艘导弹提出舰 以代价 摧毁了 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 把它炸成在南沙群岛 这篇文章 是美国人写的 发表在网 建传知识上 战争发生了 时间是2017年 它是一个语舰文章 这里边提到了 好多军事上的术语 也提到了好多的战略战术 为什么 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 打不过中国的 41艘导弹驱出舰 第一 它是远洋运输 边长莫及 中国能得天时地利 毕竟近 近距离 中国打仗是短平快 而且中国采取的 第一步战术 是遗传战术 先是中国的遗传 记住南海 你航空母舰 没办法被遗传 工人开炮 然后我们的导弹驱出舰 隐蔽出航 近战兼迪 采取夜战行动 还是以近战夜战为主 打的还是毛泽东的军事 直到思想 总从冯冠上来讲 这是中国的领海 你美国人在这打 你就抵 在道义上已经 占据了 他的借口是保护 他从印度洋运往 美国的运输部寄线 中国的地方 这是我的领海 我有权保护我的领土完整 美国人写这篇文章 它有两个用意 一是提高 提醒美国政府 别给中国人打 打你也得要吃亏 第二个 也是告诉 世界人 和东南亚 尤其是东亚国家 那南海啊 就是中国的 你们也别惹 最后 谁要想在南海 老点便宜 最后还是吃亏的 毛泽东 76年 9月9号去世 在8月份 有一个讲话 我在 毛泽东与中国经济 这部书里边 讲了 这个也出版了 毛泽东 毛泽东 跟徐世友 电话转由一样 我毛泽东不是 慈禧太后 意思就是 西沙之战 必须要打 征求 徐世友第一件 徐司令啊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啊 徐世友就回答一个字 打 这决定的西沙之战 多谢了 谢谢观看